歡迎大家來到小人國大人物動畫頒獎典禮 有請今晚的節目主持人阿占 歡迎大家來到小人國大人物動畫頒獎典禮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阿占 唉 接下來就要頒發動畫界的風雲人物大獎 得獎主就是 薑餅人 其實是薑餅人的老爸 Ramen 喂 可惜Ramen就不得閒來 唉 不過不要緊 我們可以跟Ramen做一個市長會議 又是LIVE Hey Ramen 恭喜你拿了這個動畫大獎 聽說政府之前又頒了一個BBS獎給你 嘩真是傷起臨門 不過我想問一下 這個到底是甚麼獎來的 其實今天很感謝大家頒這個獎給我 還有之前 政府頒了一個童子經獎給我 那是很開心 因為我做動畫做了那麼久 都沒有想過會有機會獲得一個童子經獎 不單止我開心 我家人 我朋友 譬如我母校都很開心 所以 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Ramen 你普通了那麼多成功的角色 哪一個你是最喜歡的 你不要告訴我 你每個人都喜歡 一定有一個你最喜歡的 其實我最喜歡的就是 薑餅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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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刻就平均了一點 你覺得平均地上去和下來是很平均的 如果可以在半空最高的點停留多四格 但下來的時候再快一點 覺得重量和速度有一點力 我覺得整個動作會做得更加完美 而且會更加有能力 謝謝 Dummy仔,你快點上去再跳多次給Raman看 剛才這刻好,很有衝擊力 謝謝,真的很厲害 Raman,如果現在給你一個願望 你會想要什麼? 真的嗎? 嗯... 其實我最近這輛車刮花了一點 我打算製造一輛車好 還是買一個新車 如果你是真的可以的話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新車 沒問題 我幫你實現這個願望 我會再說一遍 我會說一遍 你會選一些東西 我會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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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發展吧 Hello 好了,多謝Raman跟我們說了這麼多關於他做動畫的心得 還是時候會跟大家說吧 你等等 掰掰